欢迎回来各位同学 那么在这一张名词跟贯词的章节里面呢 前面的几个小时我们提到了名词的很多的用法 包含各个名词的含义 还有提到了可数名词的单负数应该怎么表现 那么呢接下来呢在黑板上呢 我们写出了重点的部分 来同学来看一下 老师列出来的重点部分来看一下第一项 我们提到了单数跟负数意思不同的时候 单数一个名词呢 单数变成负数可能是加S哦 可是呢在英文里面呢 有些名词很奇怪 加了S反而呢意思走了走样了 这样的名词很特殊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像第一个paper paper同学你知道是纸张的意思 paper 纸张 那另外呢其实paper也可以讲报纸 报纸 所以一份报纸其实我们可以讲a paper 或者一份报告 学生写的那个报告啦 也可以叫paper 但是他加了S之后呢 papers就变成了什么 papers可以解释成文件 所以我们说机密文件叫做secret papers secret papers 机密文件 秘密文件 secret papers 好 papers变成文件了 好 来看一下第二个work跟works work呢当名词的话是工作 要特别注意哦 当名词的时候呢 它是不可以数的名词 它是不可以数的名词 那当然呢讲到工作 你可能会想到job 来看一下work跟这个job的差别 回家作业都是不可数名词 那么这个job也解释成工作 不过要特别注意job这个工作呢 你做这个工作是有薪水可以领的 基本上可以翻译成什么 职业 或者是哪怕是那种打零工 那种兼差的工作都可以用job这个字 所以我们说呢 所谓兼差的工作叫part-time job part-time part-部分时间的工作 part-time job就是兼差的工作 如果是全职的工作呢 就是呢 一天工作八小时九小时 全职的工作叫做 full-time job fu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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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ull-time job 叫做全职工作 part-time job full-time-job 基本上你做了这个工作 有薪水可以领的 这个叫job 好 如果呢 是work解释成工作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 妈妈说 诶 我交代你的那三件工作做好了没 什么三件工作啦 洗衣服啦 擦地啦 洗碗 这个工作呢 基本上做了没钱可以领的 这种呢 叫work 可是它加上s的时候改变了 works works要特别注意呢 是工厂的意思 讲义上我们把例子写出来 工厂 works当成工厂的时候呢 它的单数是works 复数还是works 一般来讲我们常常看到works解释成工厂的时候呢 都是用复数型比较多 但是你要讲一间工厂的时候 你可以讲a works a works 一间工厂 a works 许多间工厂 many works 所以works 它可以指的是单数也可以指的是负数 解释成工厂的意思 你有没有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名词加上s之后呢 意思就会不一样的单字 你要特别注意 part 我们刚才讲部分 有没有提到part time 部分 时间的工作 part time job part 本一张部分 加了s之后呢 变成了零件的意思 parts 我们说呢 一个机器的零件呢 一部汽车的零件 这个零件就可以称为parts P-A-R-T-S parts 其实呢 我们说parts也有才能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一个有才能的人 我们也可以讲成 来老师写这里好了 有才能的人 我们可以讲成 a man of parts a man of parts 叫做有才能的人 有没有 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 of parts 有才能的人 a man of parts 这个呢 除了解释成零件 有时候呢 我们看到它的时候 像这样 你不能说一个人的零件 很奇怪了 对不对 所以是一个有才能的人 parts 好 再来看一下water 你知道 water老师前面一直告诉你呢 它是一种物质名词 对不对 你看看得见摸得到 但是它没有固定形状的 water是怎么样 不可数名词 但是加了s之后呢 变成了什么 水域 海域的意思 比如说呢 或者是指某一条河流啦 某一个海洋的水 特定什么地方的水 就可以夹s 所以记得咯 洪水泛滥 那个呢 水灾来了 怎么样 闹水灾 那个洪水 我们也可以讲waters 所以基本上你们家水龙头 一打开就有的那个水 叫water 那么呢 含义不一样 特定指某条河川 某个海域的水 或者所谓的海域 水域我们都可以称为waters 比如说呢 我们举个例子啦 我们之前有提过一个叫 the Amazon the Amazon 是指什么地方 亚马逊河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亚马逊河的水 特定哪一个河流 哪一个河川 哪一个海洋的水 the waters of the Amazon the waters of the Amazon 亚马逊河的水 这时候就要用waters 特别注意哦 自己要把重点写下来哦 好 再来看一下 Ash你知道啦 Ash就是我们讲的灰 有没有 比如说那烟灰 你抽烟的那个烟灰 叫做cigarette ash 可是加了es 有没有 加了es呢 就变成了什么 骨灰 有没有 骨灰 所以那边呢 有什么 有熟熟啵啵抽烟的烟灰 兼换不要讲成ashes 变成骨灰 那很恐怖的哦 你比如说那边 有熟熟啵啵的骨灰 哇塞 这样一变就很恐怖了 所以记得 Ash是你怎么样 烧过东西的那个灰烬 那个烟灰啦 或者我们像烧香到庙里 烧香的那个灰烬 也叫ash 要特别注意到ashes 是骨灰 但是另外一个ashes 其实有灰烬的意思 比如说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房子有没有 房子被烧过之后呢 剩下来的那种 断圆残壁那种灰烬 也可以叫ashes 其实蛮像的对不对 比如说你想想看 什么叫骨灰 就是人经过火 火化之后剩下来的那个 骨头就硬的部分 烧不掉的部分 那个叫骨灰 ashes 同样的房子 能够烧的都烧掉了 剩一些支架 钢架那些东西 那个也叫做ashes 所以你可以发现 那道理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ashes 再来force force你知道是力量的意思 力量 加了s forces forces就变成了军队了 forces就变成了军队了 所以我们常常会这样称叫做 the armed forces arm arm 加上ed the armed forces 变成了什么 陆海空三军 叫the armed a-r-m-e-d 然后再加一个forces f-o-r-c-e-s the armed forces 陆海空三军 我们可以这样讲 the armed forces 就是守卫的那个什么军队 有军备 有武器装备的这个军队 就是我们讲的陆海空三军 the armed forces 讲到arm 这个字马上就来 你知道 arm叫做手臂 其实每次讲到arm这个字呢 老师都会提到这个姓氏 有一个姓氏 同学很熟的 对不对 就是发现 摧毁我们中国人梦想的 那个老外 谁呀 阿姆斯壮 对不对 阿姆斯壮 台语千万不要翻译成 阿姆斯壮 对不对 阿姆斯壮 阿姆斯壮是第一个 登陆月球的人 对不对 他发现 中国人的嫦儿到哪里去了 吴刚呢 玉兔呢 原来那都不存在 让我们中国人的怎么样 哎 中国人古代的一些神话呢 幻灭的 那个人 那个罪魁祸首就是阿姆斯壮 阿姆斯壮其实是一个姓氏 这个 阿姆斯壮这个姓氏 其实阿姆斯壮 这个四个字呢 对我们太熟了 因为我们常在历史课本上 念到这一段 对不对 那么阿姆斯壮的英文就叫 Armstrong Armstrong Arm就是手臂 Strong就是强壮 所以Miss Armstrong 你要翻译成阿姆斯壮小姐 不要翻译成 手臂强壮小姐 这样翻译有点奇怪 像我这么秀气 对不对 我说我姓Armstrong 你说啊 手臂强壮小姐 这样翻就有点土了 是阿姆斯壮小姐 Arm手臂的意思 可是Arm加了S 它就变成武器了 Arms是武器的意思 武器的意思 所以呢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是手臂 这个是呢 要看前后文 同学要看前后文 有时候Arm加了S 那当然也是指手臂 很多指手臂 那当然有可能 可是它有一个另外的意思 Arms可以解释成武器 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哦 它有这样的用法 再来看一下Custom 同学看到这个Custom 这个字的时候 Custom这个字 我们常常看到是Customs 这个字 有没有 你常常出国的时候 在海关 有没有 海关它开头字母会大写 写一个The Customs The Customs叫海关 这个字同学比较怎么样 熟悉 那什么是Custom呢 Custom就是指风俗习惯的意思 没有加S指的 我们常常讲的 每一个国家呢 都有不同的什么 风俗习惯 有没有 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 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就叫Custom 加了S之后呢 Customs可以是指关税 你经过海关的时候 要有些东西 你要付关税 那关税就叫Customs 那么海关就叫 The Customs 它常常会在前面加的 The Customs 叫海关 再来Mannor Mannor这个字的本意 叫做方法 方法 好 加了S Mannors就变成了礼貌 礼仪的意思 所以呢 Mannors 我们常常讲啦 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要遵守所谓的 Table Mannors Table Mannors 叫做餐桌的礼仪 Table Mannors 餐桌的礼仪 尤其是在西方国家中 他们很注意这一点的 很注意这一点的 在我们 我们中国人呢 一些Table Mannors 餐桌礼仪上面 我们常常习惯 现在比较好了 现在比较好 如果是那种外面大餐厅 大饭店吃饭的话 也是一样 有自己的盘子 自己的碗 能够装过来 可是一般的家庭的聚会 我们常常说 一双筷子就伸过去夹了 其实这个在怎么样 在外国人的Table Mannors 餐桌礼仪上面 是很不礼貌的 你想想看 你有你自己的筷子 或自己的叉子去 擦大盘子里面的食物来 那其他人看了 都会吓一跳 对不对 因为这个就叫做什么 怎么样 口水在那里交融 这个叫水乳交融 感觉很恶心的感觉 这个水乳交融 不是我们讲的 那个正统的水乳交融 就觉得 你的口水也沾上去 我的口水也沾上去 好像不太干净的样子 所以这个基本上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 Table Mannors 你必须要遵守的 所以记得咯 Manners 是礼貌礼仪的意思 好来看一下 Letter这个字 Letter是信件 我们讲了书信 Love letter 叫做什么 情书 情书 Love letter 讲到Letter这个字呢 其实呢 有一个用法叫做 Dear John Letter A Dear John Letter Dear John 一封 亲爱的约翰的信 A Dear John Letter 同学有没有听过 A Dear John 然后呢 后面再来一个Letter A Dear John Letter 其实这个Dear呢 我们小写就可以了 亲爱的约翰的信 怎么样 一封情书吗 不对 这种用法呢 是呢 在英语当中 一种很特殊的用法 A Dear John Letter 如果你把信一打开 发现它上面写的是 Dear John 什么意思啊 其实你说 我的女朋友 写信给我 竟然写John 她到底寄给谁啊 寄错了吗 我明明叫汤姆 她竟然写John 在英文里面 A Dear John Letter 指的是什么 一封分手的绝交信 一封分手的绝交信 叫做A Dear John Letter 为什么 因为有一首很有名的英文老歌 就叫做 一开头就是 Dear John Oh how I hate to ride 有没有 亲爱的约翰 我多痛恨写这封信啊 但是我还是写了 为什么 我要告诉你啊 我要嫁给别人了 我要嫁给谁 我要嫁给你的哥哥 对不对 因为那个谁 那个约翰在什么 在当兵 他去当兵的时候 女朋友那种兵变了 要叫给他的哥哥了 而且呢 他写信告诉他什么 我的那个老公 未来的老公告诉我啊 要把我以前送你的照片 通通给他要回来 好残忍 对不对 所以刚开始一看到 Dear John 本来很高兴 对不对 所以呢 而且他还讲得很虚伪 就像我刚才唱的那句 Oh how I hate to write Oh how I hate to write 我多痛恨写这封信啊 结果呢 一边写一边呢 幸福洋溢的样子 因为他明天要嫁人了 有没有 所以因为这首歌的关系 这首非常流行的歌的关系呢 所以A Dear John Letter 衍生出来就变成呢 怎么样 绝交性的代名词了 这样懂了吗 所以下次呢 女朋友说 要给你一封 Dear John Letter 你千万不要偷笑 你如果偷笑的话 也难怪人家更绝交 因为英文太烂了 记得了 老师提醒你 不要忘记了 好 可是Letter加了S之后呢 就跟信没有关系 跟信件没有关系 是文学的意思 文学的意思 文学哦 所以我们刚才讲 A man of parts 叫做有什么 有才能的人 我们可以换一下 A man of letters A man of letters 不是呢 很会写信的人 而是呢 我们说的文学家 或者是文人 叫做A man of letters 文学家 文人 Letters 要特别注意 好 Air 那你就很清楚了 空气 可是Air加上S呢 叫做装腔做事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片语 叫 Put on airs Put on是穿上的意思 把那个装腔做事那一层 外衣穿起来 就是你很会怎么样 摆架子 Tom likes to put on airs Tom我最喜欢摆架子了 Put on airs Put P-U-T On O-N Put on airs 摆架子 装腔做事 摆架子的意思 就讲 Put on airs 同学把它学起来 所以看到Air加上S 你不要以为他呼吸了很多新鲜的空气 不是这样的意思哦 好 那么在这里呢 老师提到好多好多 因为呢 它的情形很特殊 所以老师一样一样的帮同学都做了介绍 希望同学呢 下次再看到类似这样的名词的时候呢 这样的复述名词的时候 要注意哦 他加了S之后 跟他单数的时候 中文翻译不太一样 同学请多注意 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个重点 有些单字呢 一定要用复述型 特别注意 你在表现它的时候要用复述型 为什么呢 其实看内容就知道 像glass这个字 G-L-A-S-S glass这个字的本 本译叫做玻璃或者是玻璃杯 但是加了ES 它有一个特殊的意思叫做眼镜 每个人的眼镜都是两片玻璃 对不对 两片镜片 所以呢 记得眼镜一定要讲glasses 一副眼镜叫a pair of glasses P-A-I-R a pair of glasses a pair of glasses 一副眼镜 再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什么 contact contact是接触的 lens 它的单数是L-E-N-S lens 加了ES 字尾有S我们讲过了 字尾 一个名词的字尾是S的时候 它的复述型要加ES contact lenses 要特别注意 这个叫做 这个lens的本译叫做什么 透镜 凹透镜 凸透镜 那个透镜叫lens contact lenses 叫做隐形眼镜 隐形眼镜 曾经呢 有同学 把隐形眼镜翻译成 invisible glasses 哇 好恐怖哦 invisible是怎么样 让人家看不见的 glasses是镜片 有没有 那边有两个镜片 哪里哪里 为什么没看到 因为那是两个 invisible glasses 让你看不见的镜片 隐形的镜片 哎呀 不是这个意思啦 对不对 我们说呢 哈利波特有看过吧 哈利波特看 穿的那个隐形斗篷 那个叫 invisible cloak 有没有 invisible就是穿上去 人家会看不到它的 但是 所以我们中文讲的 隐形眼镜 是不是你戴了之后 你就隐形了 或者你戴上去 看别人 别人隐形了 或者那两个镜片 你是看不到 但是摸得到了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我们中文讲的 隐形眼镜呢 哎 其实它的什么 名称不太科学 你看看英文的隐形眼镜 怎么说 contact 接触的镜片 有没有 接触的 跟我们眼球 接触的镜片 两个镜片 但是这个镜片 跟眼镜的镜片 一不一样啊 哎呦 哦 好恐怖哦 谁会把两个玻璃片摆在你的什么 摆在靠近你的眼睛 那太危险了 对不对 眼睛会受伤 所以这特别注意了 glasses指的是什么 镜片 玻璃镜片 所以呢 有框的眼镜叫 a pair of glasses 没有框的摆在眼球里面 那个我们呢 哎 从外表看不太出来的 那种隐形眼镜 英文叫做 contact lenses 一般人在戴眼镜的时候 当然都是两个嘛 对不对 所以是glasses contact lenses 都是用复述形 再来看一下 这个trousers trousers这一个字呢 其实呢 同学就是pants p-a-n-t-s pants是什么 裤子 美国人比较喜欢用pants来说 p-a-n-t-s 那你也很好想啊 为什么他都用复述形啊 因为不管是trousers 不管是pants 反正裤子就是两个裤管 有没有看到 两个裤管 所以他都是习惯加上s的 再来scissors就更好懂了 scissors 有没有单边的 单把的scissors 没有 scissors是什么 剪刀嘛 啊剪刀一定有两个 对不对 你手要摆进去 握住了 有两个 看起来好像耳朵的东西嘛 所以scissors也是一样 把手那边有两个的 好方便让你握的 所以scissors也是加s的 shoes更不用讲了 对不对 shoe穿鞋 没有人穿一只鞋的 一定是一次穿一双鞋 一双鞋叫 a pair of shoes 一双一定两只脚 所以讲到shoes的时候 一定也是加了s 那鞋是这样 袜呢 袜子呢 哎 袜子 sucks 短袜 哎 学生穿的那种短袜 sucks 也是 袜子也是一次穿两个 对不对 g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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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加s的 glove是什么 glove是手套 哎 我们带的 哎 天气冷了 要带那个手套 叫做glove 一次也是带两个 对不对 所以也是glove 所以像这些 老师解释过之后 你就知道 他为什么一定要用复数型的 因为他每次出现的时候 一定都是这样 有两个在一起嘛 所以他一定用复数型 好 这个是必须要用复数型的 再来看一下 第三个重点 如果是学科的名称呢 来看一下第三个重点 如果是学科的名称 字为有ICS的呢 记得 它是一个单数的 什么 单数的名词 它是一个单数的名词哦 要特别注意哦 它用的是单数 所以像第一个 第一个呢 你在初级英文里面 学到的 我们直接用math M-A-T-H M-A-T-H math math叫做数学 其实呢 它的全名叫做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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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看到 学科的名称数学嘛 它字为是ICS 看到S 要特别注意哦 其实它是一个单数名词 因为它是 一个学科的名称 一个学科 所以当然是单数了 所以你要说 数学是我的最爱 怎么说 Mathematics is my favorite is my favorite 你有没有看到 用is单数动词 Mathematics is my favorite 数学是我的最爱 有没有 记得 它是单数型 虽然字为有S 是它本身 这个字就有S了 不是另外加上去的 它本身就有的 不是另外加上去 所以它整个是什么 记得了 它用的是 单数型的形式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is my favorite 那么呢 后面举一板三呢 Politics 政治学 Politics 政治学 Physics Physics 物理学 这个呢 Economics 叫做 经济学 你看到它字尾都是 ICS 有没有看到 你可以全部把它画起来 记得咯 学科 这是一门学科的名称 不管是经济学 数学啦 这是一门学科 一门学科 那它当然是单数型 如果他们要来当主词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讲 数学是我的最爱 要来当主词的时候 一定要配单数动词 配单数动词 好 接下来看第四点 如果表示金额 距离跟时间的时候 记得咯 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 动词的部分 它要用单数的动词 为什么 它要用单数动词 因为它指的是一个整体概念 什么意思 来看一下 第一个例句 One hundred dollars 你们看到 我们的主词是什么 主词是 一百块 一百元 有没有 一百元 你看到它明明加了s哦 不要忘了 一百元是负数 我有一百元 I have one hundred dollars dollar要加s 因为我们超过两块钱 一块钱叫one dollar 两块钱以上就要加s 更何况是一百元呢 one hundred dollars 但是你看看这一句话咯 one hundred dollars is enough to buy that jacket 一百元足够去买那件什么夹克 一百元购买那一件夹克 你们发现一百元在这里指的是一笔钱 它指的是一笔 一整笔的钱的数目 你看我们中文讲的多好 一笔钱 一呀 有没有看到 这个一 这个一告诉你的就是什么 一个整体 一个整体 所以后面老师提醒你 它的动词它配的是 is 单数动词 这个就是我们标题告诉你的金额 金额 有没有看到 one hundred dollars 一百块购买那件夹克了 一百块是指你手上拿的那一笔钱 可能只有一张 一张一百块 对不对 一张纸钞 所以呢 不管怎么样 不管是一张纸钞 或者有纸钞 有硬币 都不管 反正它指的是这一笔钱 足够去买什么东西 一笔钱 我们把它视为单数 所以呢 我们在重点里面告诉你 后面要配的是单数的动词 单数动词 同学有没有看到 好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句 twenty miles is a long distance to run twenty miles叫做二十里 二十里是呢 一个很长的什么距离 to run 是很长距离让你走吗 不是 对跑步来讲 二十里是一个很长的距离哦 twenty miles is a long distance to run 有没有看到 还是一样 你要跑多久 你要跑二 跑多长呢 二十里 这一个距离 有没有看到 虽然它加了s是负数 但是配到动词的时候 请你把它视为一个整体 怎么样 你跑这一趟 一趟跑下来 多长 二十里 有没有看到 一趟跑下来 一趟哦 二十里 从头跑到尾 这一趟有二十里 竟然是一趟 还是一个整体的数字的概念 所以呢 我们用的也是单数的动词 再来 ten years is called a decade 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字 decade DECAD decade就是十的意思 十 这个字代表的数字就是十 所以ten years 十年 又可以称作 我们也可以称作 一个东西被称作什么 在中文里面 我们说 那个男孩叫汤姆 That boy is called Tom 那个男孩叫做汤姆 听不出来有被动的意思 但在英文里面 一个人叫做什么名字 一个东西取成什么名字 或者十年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名称 一个东西取了一个什么名称 要用被动 be动词加pp called is called 被称为 但是中文其实有时候感受不出来 它有被动的含义在里面 这些同学 在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 不要逐字翻译 所以不是非得要一个什么 被字 中文讲一个被字 你才用被动 像这里的 我们说十年又称为 a de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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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字呢 其实本身就是十的意思 所以十年在英文里面 另外可以用a decade来表示 可是如果二十年呢 有一个字呢 是二十的意思 有一个字是二十的意思 同学你可以做一下笔记 二十叫做score 诶 score 老师这个字我很熟啊 score这个字不是指那个吗 分数 有没有 我们常常在看那个美式足球 在人家在橄榄球 或者美式足球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那个football 有没有 那个touchdown 达证的那种美式足球 他常常在他的什么 计分栏上会写一个score 那不是成绩分数的意思吗 没错 score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二十的意思 所以十叫decade score是二十 这个单字呢 这是十 这个是二十 一个单字还可以表示 跟数字有关的 很特别对不对 把这两个单字记起来咯 好 所以呢 我们提到的这个也是一样 十年被称为 它也是一个什么 十年也是当成一个整体的单位 所以还是一样用单数动词 所以要特别注意咯 当它指的是一个整体的概念的时候 虽然这个名字本身是负数 本身是负数 但是它后面用的通通都是单数的动词 有没有 通通用的是单数动词 所以老师写起来了 就是金额距离 时间 这样子一个负数的概念 当成一个整体来看的时候 我们会 后面会配的是一个单数动词 好 这个是在重点里面 老师给同学加强的 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重点 我们继续看下去哦 在看过了各个名词的 种类的用法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名词的 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方法 也就是所谓的 名词的所有格 好 什么叫所有格 一个东西归某人所有 或者是呢 某人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 某人的什么事 这个呢都在英文里面都是所有格 那么你知道 我们的国语的所有格 是怎么样来表现吗 很简单的 我们用的是的 或者呢 再文言一点 我们用的是之 有没有 好 我的书 你的笔 他的家 或者是那些人之中的一个 有没有 那个之 也是 或者的 都在中文里面的都是所有格的表现方法 很简单 中文的所有格很简单的表现 那么在英文的名词的所有格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一个一个分开来看 好 来看单数名词 名词 单数 那你知道啦 譬如说呢 我们告诉你的 专有名词 老师这里举了一个字 Jim Jim 吉姆 有人中文这样翻 Jim 其实谢老师不习惯把英文的名字呢 翻译成中文 因为这样子 翻译起好像很奇怪 所以呢 当你看到英文名字的时候 你直接把他的英文名字 如果你会念的话 直接把它念出来就好了 OK 好 所以呢 Jim 吉姆 好 吉姆是一个人 它是一个名词 一个人的名字 那是专有名词 你看看字母大写了 我们讲过的不要忘记 好 他的所有格呢 就在后面加上一撇s 有没有看到 好 所以呢 名词后面加上一撇s 就形成了 他的所有格了 要特别注意了 像Jim's mom 吉姆的妈妈 Jim's mom The boy's hat 那个男孩的帽子 有没有看到 所有格都是一撇s 对了 很简单的表现方法 那如果是复数名词呢 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的第二项 是所谓的规则变化的 也就是呢 不管我们说呢 在之前讲到的 怎么样把一个名词 变成复数 我们说最常见的 就是字尾加上s 你还记得吗 你可以翻到讲义的前面 直接在名词的后面 加s 这是最常见的 要不然呢 如果字尾是什么 s x sh ch 或者是 子音加o的时候呢 我们的负数 要加上es 对不对 那如果呢 字尾是什么 字尾是f 或者是fe的时候 要把f 或fe去掉 改成ves 好 不管是直接加s 或者是加上es 或者是加上ves 你可以发现 规则变化的负数名词 它的字尾呢 都是s 有没有看到 名词的字尾都是s 那它的所有格呢 你不需要再加上一撇s 直接加上一撇就好了 好 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哦 这里的一撇s是代表什么 这里的一撇s就是代表所有格 老师帮你写清楚哦 那么这里的s指的是什么 负数名词 这里的s代表的是负数 然后呢 这一个一撇 才是表示所有格 所以同学呢 要特别注意一下 同样是 表示所有格 但是代表的含义不太一样 这里因为字尾没有s 它是单数 所以一撇s 这里因为是负数 我们刚才举过很多例子的 不管它字尾有没有做变化的 规则变化的负数名词 字尾已经有s了 所以我的所有格 我只要一撇就可以了 这样很清楚哦 好所以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很多同学会看不懂 他说老师 诶一个 既然是一个 那应该是一个女孩子啊 一个 放在前面 为什么girl还加了s呢 老师你是不是写错了 没有错 同学要看清楚 这一个 指的是后面的high school 中学 high school 所以一所中学 我们讲a high school 那么在这里的所有格呢 你知道所有格呢 可以放在名词的前面 其实它的功能跟形容词是差不多的 形容词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在这里的所有格 一所女孩子们的学校 也就是一所女子中学 一所女子中学 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哦 自己的呃不是指女孩 只有一位 诶你知道了 中学 我们说一所中学里面 不会总共只有一个女孩子 不是 好所以呢 字面上的意思是 一所女孩子们 通通都是女生嘛 对不对 女子中学 通通都是女生 女生很多个 所以先加上s 不要忘了 这一个s是负数 然后这一个一撇 才表示所有格 中文解释成的 所以字面上的意思是 一所女孩子们的中学 也就是我们讲的 一所女子中学 一所女子中学 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哦 好 这里的呃是跟在后面的 然后这是负数名词的所有格 再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叫做April Fools Day April Fools April是四月 Fools是什么 你知道Fools是笨蛋 对不对 傻瓜 那April Fools叫做愚人节 April Fools Day 愚人节 好同学 要特别注意哦 在我们台湾呢 也是呢 有愚人节的 不过呢 它仅止于是一个节日 我们没有因为这样而怎么样 特别去过一下愚人节 年轻人比较会啦 像学生 像你们如果在学校的话呢 国中生 高中生呢 碰到愚人节 四月一号到的时候 有时候如果在学校上课的话 偶尔会跟老师开个 无伤大雅的玩笑 有没有 让自己呢 过一个愉快的什么 四月一号的愚人节 愚人节在英文里面 就称为April Fools 四月 你知道我们台湾是过四月一号 对不对 Fools 它也是很多个 很多个傻瓜 很多个笨蛋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些四月 这些傻瓜们的节日 你看哦 这个节日呢 就展现出西方人的幽默感了 其实呢 西方人是非常有幽默感的 但是呢 有很多同学说 老师西方人幽默吗 我曾经去买一本呢 怎么样 西洋的什么笑话大权 一打开 一点都不好笑 那当然啦 任何一种笑话 都是跟一个社会的历史啦 文化背景有关的 所以有时候呢 像我们国语也是 偶尔要讲一个什么 一语双关的那种笑话 会让人家知道的 看得懂的人 会觉得很好笑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西方也是一样 在美国啦 加拿大这种 西方国家里面呢 他们有很多 一语相关的 一语相关的 比如说老师 在这里又可以举一个例子 有的人就说呢 为什么中古世纪是黑暗世纪 中古世纪为什么是黑暗世纪 这是一个谜语 也是一个双关语 它的答案竟然是 因为啊 有many nights 什么意思 好 这里老师顺便提到两个单字 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写下来 好 night叫做什么 night叫做夜晚 对不对 可是有一个字呢 跟他发音一样 写法不一样 加一个k 但是虽然加一个k 它是不发音的 不发音的 叫做骑士 叫做骑士 中古世纪 中古世纪为什么又 叫做黑暗世纪呢 因为中古世纪 有非常多的骑士 there are many nights 骑士哦 是k-n-i-g-h-t 加上s there are many nights there were many nights 有许多的骑士 那这个既然k不发音的话 念起来是不是像夜晚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因为它有很多个双关语 很多个夜晚 所以它又称为黑暗世纪 懂了没 这样听懂了吧 所以类似这样的也是 一语双关的话 同学你一定要了解它的背景 你才可以知道说 它到底在讲什么 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当然买了一本什么 西洋笑话大全 你可能会从第一页 然后哭到最后一页 哭的原因呢 不是因为它不好笑 是因为你看不懂 悲哀自己的英文太差 有没有 所以呢 像我们中国人不会为了什么 为了愚人 为了愚人来特别制造一个节日 但是西洋是有的 所以呢 西方的语人节我们称为 April 4th Day 那么我们偶尔也会应景一下 在4月1号 有没有 跟老师啦 跟朋友开个小玩笑 April 4th Day 记得 False是复数 再加上一撇解释成的 这样了解吗 好 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再来看一下第三个是 不规则变化的复数名词 既然它是不规则变化 所谓的不规则变化 它并不是像刚才讲的 这一类的名词 它是在字尾加了S 字尾出现S 它是不规则变化呢 所以它字尾是没有S的 就像我们这里举例的 像Children Children是复数名词 但是它没有 字尾没有S 像Men MEN 它也是复数名词 但是字尾没有S 一旦是不规则变化的 复数名词呢 我们呢 怎么样 不是加 不是加一撇哦 而是加一撇S 有字尾有S的 加一撇就好了 不要再多一个S 字尾没S的 我要加一撇S 这样很清楚吧 所以像呢 小朋友们的玩具 叫做Children's Toys Children's Toys 你有没有看到 在这里的所有格 复数名词 Children 不规则变化 它还是要用EPS 还是用EPS 那么在这里讲到的 男士们的什么外套 或者是男用的 男用的大衣外套 叫做Men's Coats Children's Toys Men's Coats 有没有看到 这个呢 第二点跟第三点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它的差别在哪里 好 这个是我们提到了 其实它的原则非常简单 有S就不要S 一撇就好 没有S我就把一撇S 补上去给它 这个很简单对不对 好 再来看一下第四点 我们讲到复合名词 什么叫复合名词 我们在之前有告诉过 两个字以上 两个字以上凑成一个 意思的什么名词 我们就称为复合名词 来看一下复合名词呢 它的一个什么 所有格的形成的特色 它是在最后一个字 加上一撇S 记住哦 是在最后一个字上面加 在最后一个字的上面 加上一撇S来表现 在这里老师举了两个例子 首先看第一个 My father-in-law's hobbies father-in-law 来in-law这个呢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in-law是law 本来是法律的意思 好 是借由法律呢 连结的什么 用法律产生关系的爸爸 那我们称为什么 father-in-law 我们在英文里面就称为 所谓的岳父 岳父或者是公公 如果对女生来讲 对新娘来讲的话 先生那边的爸爸叫公公 对不对 那我们中文是有分的 我们分呢 公公跟岳父 岳父大人或者是泰山大人 对不对 泰山大人不是在丛林 偶一偶一偶一偶那一个 我们称为岳父大人 也称为泰山大人 对不对 我们的中文也要好好地学 好 所以father-in-law 公公或者是岳父 两个都可以 那么相对的 mother-in-law mother-in-law就变成了婆婆 或者是岳母大人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可以举一反三 如果是所谓的 brother-in-law 因为法律而变成哥哥 brother-in-law 我们就会翻成什么 我们翻成姐夫 对了 我们是样翻 那什么 mother-in-law mother-in-law是什么东西 刚才有讲过了 还有sister-in-law 对了 sister-in-law叫做什么 大嫂 有没有 所以呢 类似这样 in-law就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婚姻 这里的law 当然指的是什么 结婚 结婚仪式之后 因为婚姻而产生 跟亲戚关系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加一个in-law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复合名词 father-in-law 一看知道 就是组合的名词 所以称为复合名词 它的所有格呢 表现在最后一个字上面 最后一个字上面 加上一笔s 所以my father-in-law's hobbies hobby指的是嗜好 或者是兴趣 我岳父大人的兴趣 或者是我公共的兴趣 有没有看到 好 再来看一下 her boyfriend's birthday 好 boyfriend 要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把两个字连起来 很亲密 对不对 所以如果boy跟friend 连起来写的话 指的是呢 亲密的男朋友 叫boyfriend 那么如果是分开来写 就是男性的朋友 boyfriend 好 boyfriend 这是两个字 那么它的所有格 还是一样 记得 都是在最后 这个也是在后面 这个也是在后面 有没有看到 我男性 有人的生日 男性 有人的 生日 我是分开来写的 在后面这个字 加上所有格 这个同学 在使用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复合名词 当你呢 学到中级英文的时候 复合名词 也是常常会看到的 再来看一下第五点 共同所有 即个别所有 这个好像给他 有点麻烦 对不对 什么叫共同所有 什么又是个别所有呢 来看一下字面上的意思 共同 好 谢老师 英文老师 是很多同学的英文老师 好 这里有五个同学 A B C D E 总共五个同学 我是他们的英文老师 所以呢 我是那A B C D E 五位同学 共同的一位英文老师 同学有五位哦 但是英文老师 只有一位 就是我 有没有 所以你看到 什么叫共同所有 共同所有指的是 这一个 有没有看到 谢老师是五位同学的 共同的老师 谢老师只有一位 所以你看哦 两个人 共用一个所有格 两个人 共用一个所有格 在英文里面 这个叫共同所有 那么个别所有呢 更简单了 个别所有就是指 这一个 有没有看到 你也有 他也有 有没有看到 这个叫个别所有 所以呢 其实从字面上 你很容易了解 什么叫共同所有 什么叫个别所有 好来 先来看一下 上面这个例句 Jack and Peter's Fathers Jack and Peter's Fathers 哎 你们发现 对了 前后怎么样 前后要怎么样 前后要平衡哦 Jack的爸爸 和 Peter的爸爸 换句话说 Jack的爸爸 跟Peter的爸爸 不是同一个人 你有没有看到 他的father加了S进去了 好 所以呢 请问 Jack跟Peter 是不是兄弟啊 不是 他们可能只是同班同学 或者是朋友 所以我们把它摆在一起讲 Jack的爸爸 这个是个别 这个是个别 你也有爸爸 Jack有爸爸 Peter有爸爸 这个叫做个别 每一个人都有 这样了解 这样了解吗 好 那共同的话呢 就是呢 爸爸只有一个 就像我刚才举例的五个同学 我 谢老师只有一个 我是他们共同的英文老师 所以人只有一个 所有格 我只要一个就可以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呢 Jack和Peter的房间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房间 我用的是单数的名词 单数 跟上面不一样 好 上面是爸爸 Jack的爸爸 跟Peter爸爸 不同一位 那这里是 Jack跟Peter的房间 是同一间 既然是同一间的话 我只要一个 所有格 这样懂吗 好 那么请同学 举一反三哦 这里我不管提到几个人呢 Jack啦 Peter啦 Tom啦 John啦 如果是怎么样 诶 个别的 每一个 Tom Tom's John's Jack's AndPeter's Father 有没有看到 记得咯 每一个人都要哦 Tom's John's Jack's AndPeter's Father 他们四个人的爸爸 这四个人 各有一个爸爸 所以Father要加S 如果这四个男生 是兄弟 他们又住在 同一个房间里面 记得 Tom John Jack AndPeter's Room 有没有看到 房间就有一间 所以我所有格 只要一个 这个就是共用的 所以称为共同所有 这样懂了吗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搞清楚 如果在这个部分的所有格呢 后面加上名词 在整个句子里面是扮演主词的角色的话 那你就要知道 后面的动词到底要用单数还是负数 所以要搞清楚 所以要搞清楚 很好懂的 哦 共同 就是 共同 房间共用 所有格也共用 很好记对不对 个别 哎 每一个人 有自己的爸爸 所以呢 也有自己的所有格 太好记了 哦 举一反三 就很好 运用这样的所有格表现了 再来看一下第六点 我们提到了名词的所有格的第六项 哎 很特殊哦 表示时间距离 重量跟金额 这些等等的名词 我们也可以按照最普通的名词的表现方法 加一撇s 或者加s一撇 我相信这个同学已经知道了 哎 为什么一下子 一撇s 一下子s一撇了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举这个例子咯 ten minutes break 好 break这个字呢 同学很清楚的知道咯 好 break当动词的话呢 解释成把什么东西打破了 把什么东西摔碎了 摔烂了 这个打破这个动作呢 叫做break 可是在这里呢 你翻译成打破就很奇怪了 你翻译成打破就很奇怪 为什么很奇怪 因为我们说它当动词 它是一个表示动作的字的时候呢 才是解释成打破 你看到哦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很多时候老师在跟你强调词性的时候呢 就是要告诉你 当一个字有很多个词性 它会产生不同的解释的时候 同学你要知道 不是从中文来判断 这个部分应该写什么字 而是你要考虑一下 它的词性符合 当然了 意思要符合 词性也要符合 在这里的break 它当然不可能当动词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前面 这里有一个所有格出现 所有格 人是地物归某人所有 对不对 所以所有格的后面 一定是根名词 所有格的后面 一定是根名词 或者是跟名词相关的字 比如说动名词 动名词就是动词加上ing 具有名词的特性 像这样的动名词的用法 也是属于名词的一种 才可以放在所有格的后面 这样同学懂吗 所以记得咯 在这里既然我知道 所有格的后面 来我写上and 它是and 它是一个名词 那么你想想看啊 break我们说它的本意 是把什么东西打破 同学在学到单词的时候 很多同学会认为说 一个单词 少则两三个 多则五六个解释 我怎么知道一个句子 在一个句子里面 这个英文字应该怎么解释 要怎么解释 当然要看前后文的关系 但是它有一个 本身它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任何一个单词 它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在英文里面呢 我们称为基本模式 学习法 称为基模学习法 什么叫基模 就是基本模式了 比如说呢 老师举一个例子好了 跑步 run 跑 某个人跑得很快 叫怎么样 run 那么呢 我们一个程式 在电脑里面run 这个看起来 讲讲抽象对不对 但是那个程式在什么 电脑里面跑 然后才会产生 我们要的东西 这个程式在什么 在run 有没有 我的爸爸呢 run了一家工厂 怎么这样 我们爸爸每天 在工厂里面跑步嘛 不对 我的爸爸呢 经营一家工厂 有没有 他工厂 有在运作 有在运转 我们中文翻译成经营 好 他听到这个什么 这个不幸的消息之后呢 他的眼泪就run 下了他的眼颊 run 下了他的眼颊 你看那个眼泪 对不对 很难过的时候 眼泪聚集在眼睛 眼眶里面 然后咻一声 那个速度很快 那个run 下了眼颊 你不要翻译成 他的眼泪 跑下了他的脸颊 那就怪了 他的眼泪呢 从脸颊滑落 这时候我们会翻译成滑落 这种滑落的动作 也是run 所以每一个单字 都有他的基本模式 你把这个基本的概念 记起来之后呢 其实你很容易 从一个句子的前后文 了解 这个单字 是什么意思 尤其是呢 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 曾经有学生跟我反应 老师怎么学到了 中级英文呢 为什么我以前学过的 那个初级英文的单字 为什么以前的单字 是那个解释 现在呢 上了高中 学到中级英文了 反而怎么样 以前的单字的意思都变了 不是它变了 是它产生更多的什么 产生更多的什么 不同的什么 字的解释出来了 那到了中级英文 你当然要学这个 好 所以话说回来 break是把什么东西 给打破了 你想想看哦 譬如说我们上课 好 你在学校上课 第一堂课 第二堂课 第三堂课 第四堂课 早上八点进到教室 之后一直要上到十二点 那不是累死你的 四个钟头 你一定会怎么样 坐不住 对不对 一定会心不在焉 然后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想要往外跑 所以我们的学校上课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有休息的时间 对不对 我们的教学代 每看完一个小时 也会有休息的时间 更何况你如果看了半小时 想休息的时候 你还可以按个暂停 有没有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从八点到十二点 这段上课当中 中间有被打断的那一段 有没有 我们把它分断 一个东西弄坏了 会摔碎 会变成一段一段 一块一块 或者一片一片的 整个四小时 早上四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也把它分断 这个段落呢 当然就是把它弄断哦 弄断就是什么 A 休息时间 那特别注意一下 break 休息 跟rest 休息 是不一样的 break 指的是 比较短暂的时间 就是一件事当中 很短的 比较短暂的中间 休息就叫break 所以下课也可以叫break 所以下课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在英文里面就讲 ten minutes 要特别注意哦 老师呢 刚才这里框错了 我们的所有格 因为它是负数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 ten minutes 叫做十分钟 然后这个才是的 有没有 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所以让我们休息十分钟吗 Let's take T-A-K-E 我们说休息叫take a rest 也可以讲take a break 有没有 我们休息十分钟吗 Let's take ten minutes break Let's take ten minutes break 让我们休息十分钟吧 好 这种 中间一件事 中间短暂的休息时间 我们就可以一样讲break 有没有看到 所以像这种时间的所有格 我们可以直接用什么 当然这里的十分钟 ten minutes 它是负数 所以所有格只要加上什么 所有格只要加上一撇 像这样子的表现 有没有 所以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ten minutes break 好 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时间 我们也是可以直接用这样子的表现方法 明天的天气叫做tomorrow's weather tomorrow's weather 你们看到 好 所以特别注意一下 时间在这里我们举了两个时间 那么呢 休息一下过后呢 我们会告诉你啦 另外还有距离啦 重量啦 金额 这样等等的什么 所有格的表现方法 它跟一般的什么 一般的所有格的表现是一样的 要码一撇s 如果是负数的话 就是s一撇 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哦 记得咯 这个时间距离重量金额 可以用一撇s s一撇来表达 但是有时候是不行的哦 接下来呢 我们要告诉你的名词 就是有些名词的所有格 并不能用一撇s来表现 这个同学 请你要特别注意咯 所以在这里 请你先记得 时间距离重量金额 它可以用普通的名词的 所有格的表现方法 好了 那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了 同学起来走一走啦 喝口水啦 我们待会回来 再继续告诉你 其他的名词重点哦 待会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